如果自由世界不改變 不改變 共產黨會肯定改變 發言禁止中國共產黨 美國前國務卿龐佩歐 任內發表對華政策演講 反共色彩鮮明 中共跟俄羅斯等威權主義威脅全球 龐佩歐曾任美國陸軍軍官 中央情報局局長 2018年擔任國務卿 隨著川普政府對中國越來越強硬 龐佩歐一躍成為反中主將 2020年10月 主張印太國家合力對抗中國 11月更明確說出 台灣並非中國一部分 卸任前更宣布制裁中國高官 特朗普政府內少數反華政客 不斷的上演最後瘋狂 不擇手段利用所勝任期 蓄意破壞中美關係 最後瘋狂就是在說 龐佩歐卸任後訪台 正值中共二十大開局前的政治大戲 再挑兩岸敏感神經 龐佩歐親自來台 我想也是重新提起到亞太 印太的重要性 所以這是有戰略觀的 他對於整體的世界的局勢 跟國際情勢其實非常了解的 中國才是挑戰民主體系的 最大的競爭對手 我們從台灣的角度來講 就是說他在國務卿的內 大概是最挺台灣的國務卿 一定會引起北京很大的反彈 跟一些抗議縮罪這些事情 那其實對他如果要競選2024是加分的 所以他來我覺得他有一點要故意計畫北京 刺激北京反共重生量 他更一口氣半年甩肉40公斤 鏡頭形象犀利反中 龐佩歐有意角逐共和黨2024總統初選 如果今天龐佩歐出來選 我相信那當然他在各地 台灣同鄉會幫他爭取選票一定會有 但募款也一定會幫他支持他 鎖定台裔資金跟選票 龐佩歐放台備戰2024總統路 新新聞 尤任博 陳勝義採訪報導 我們現在看到了一個 俄羅斯的敵人 恐怖